对于哈利来说 这个假期实在过得太快了 虽然他很向往 霍格瓦策学校的生活 但是他在巴洛的这个月 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了 想到杜史林一家 和下次他在普里怀特街露面时 他会得到的招待 他忍不住杜季罗恩了 在临走的那晚 威斯里太太准备了一顿丰富的晚餐 全是哈利爱吃的菜 最后还有一道 令人食指大动的蜜糖布丁 弗莱德和乔治的弗利巴斯特烟花演出 让这个晚上更多姿多彩 无数红色和蓝色的星星 在厨房的墙上 天花上碰撞反弹 起码持续了半个小时 然后吃完一大杯热巧克力 他们就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出发前可费了不少时间 乌鸦脑中一觉 他们就起床 但是他们好像有好多好多东西要干 威斯里太太忙上忙下地 找备用的袜子和长领帽 威斯里先生穿过园子 帮金尼把行李拿进汽车时 被一只迷路的小鸡绊了一下 几乎把脖子都摔断了 其余的几个睡眼惺忪 衣服还没穿整齐 手瓶拿着吃了一半的烤面包 老在楼梯处撞到一块 哈利真想不出八个人 六只大皮箱 两只猫头鹰和一只老鼠 究竟怎么才能挤到那辆小小的 安格莱夫特车里 他没想到 这也难怪 威斯里先生这部车子 是失过法术的 不要对摩利说 他悄悄地告诉哈利 他打开车底座 让哈利看看 用魔法扩大后的底座 行李箱都能轻而易举地放进去 最后 当他们全坐上车子 威斯里太太向后座瞧了又瞧 哈利 罗恩 乔治和薄西书 舒服服的肩并肩地坐住 他忍不住说 马格仁确实比我们想象中厉害多了 是吧 他和金妮坐进前座 这前座已被魔法变得和公园里的长凳一样 我是说 在外面看 你们怎么也猜不到 这里面居然有这么多的空间吧 威斯里先生发动了引擎 慢慢地的驶出了院 哈利转过头来 最后忘了一眼房子 当他依依不舍地在想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看到这所房子的时候 车子转了个弯又回到院子里 乔治忘了拿他的福利巴斯的烟花了 五分钟以后 他们又刹车回到院子 这次是弗莱德的扫帚 几乎来到大陆上时 金妮突然一声尖叫 原来他忘了拿日记本了 等他重新爬回车子上时 他们已经是非常晚了 大家都很紧张 威斯里先生看了看表 转向了他妻子 亲爱的 魔力 不行 亚瑟 没有人会看到的 这小按钮可以使车子隐形 这样我们就可以飞起来 然后飞过云层 我们仅仅十分钟就可以到达了 没人会发觉的 我说过 不行 亚瑟 不能在大白天 他们在十点四十九分赶到了车站 威斯里冲过马路去来小推车 把行李全搬上去 大家急急忙忙的赶去月台 哈利去年乘坐过霍格瓦车特快专列 这最有技巧的是在月台九又四分之三上上车 因为这个月台马格人是看不见的 你得在九号和十号月台之间的牢固的栅栏中走过去 不过这不会碰伤的 因为这个精细的设计就是为了不让任何马格人发现你突然消失掉 薄熙先走 威斯里太太说道 她紧张地望着头顶上的时钟 只有五分钟让他们穿过栅栏了 薄熙轻快地大踏步向前 消失了 威斯里紧接住 然后是乔治和弗莱德 我和金妮先走 然后你们紧跟住来 威斯里太太对哈利和罗恩说 她拖着金妮的手走 一眨眼的功夫就走了 我们一块走吧 还剩一分钟了 罗恩对哈利说 哈利检查了一下海维的笼子 确实是安稳地塞进了行李间的空隙里 然后把手推车扶正面对着栅栏 她对这次的旅途充满了信心 至少也不会像上一次用俘虏粉那样狼狈了 他们两个把身子弯到小车的扶手处 朝住栅栏加速前进 还差几英尺时 他们跑了起来大碰撞 两辆推车都撞到了栅栏上 然后向后反弹 罗恩呼了一声倒下了 哈利则被撞翻在地上 海维的笼子被弹到光亮的地板上 他随着笼子不断被转动 发出愤怒的叫声 身边的人都盯住他们看 一个保安员还冲着他们大嚷 你们究竟在干什么 我们一下子拉不住这小车子 哈利喘着气说 他捂住肋骨勉强站了起来 罗恩跑过去捡起海维 他已经酿成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了 围观的人们不时的小声谴责 这种虐待动物的行径 为什么我们走不过去 哈利小声的问道 我不知道 罗恩慌乱的往四周瞧了瞧 至少有一打好奇的人还在盯住他们看 我们赶不上大火车了 罗恩轻声说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通道会自动关闭 哈利抬头望着大钟 心里非常不舒服 十秒 九 开走了 罗恩说 神情谎惊的说 火车已经开了 如果爸爸妈妈不回来接我们 可怎么办 你有没有马个人的钱 哈利苦笑了一下 杜史林已经六年没给我零花钱了 罗恩把耳朵紧紧的贴在冰冷的栅栏上 什么都听不到 他紧张的说 我们可怎么办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爸爸妈妈才能回来 把我们接回去 他们四处看了看 人们还在望着他们 这主要是因为海维连续不断的尖叫声 我想咱们最好回到汽车上等 哈利说 我们太引人注目了 哈利 罗恩说 他的眼睛发出了亮光 那部车子 那又怎么样 我们可以坐着车子飞回学校 但是我觉得 我们现在走投无路了 是不是 我们得想个办法回学校 在紧急情况下 即使是不够年龄的巫师也可以使用魔法 这好像是限制法令第十九章什么都提到过的 哈利的惊恐现在突然变成了兴奋 你会飞那辆车吗 没问题 罗恩说着把他的小推车驶向出口 来吧 咱们一起走 如果我们抓紧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跟得上霍格瓦车特快专列的 他们从一群好奇的马个人身边走过 出了火车站 过了马路 来到那辆旧安格莱福特车旁 罗恩用魔杖点击了很多下 才打开了巨大的底座 他们把行李放了回去 把海维放到后座 就钻进了前座 瞧仔细有没有人了 罗恩轻轻的一案魔杖 打开了引擎 哈利把头伸出窗户 前面大路交通拥挤 但是他们所在的这条街却空无一人 可以了 他说 罗恩按下了控制台上的一个小小的银色按钮 车子消失了 他们也消失了 哈利感觉到屁股下的椅子在剧烈的震动 他可以听到引擎在响 感觉到他的手放在膝盖上 眼睛架在鼻梁上 但是从他所看到的来分析 他好像变成了一对眼珠子 在离地几十英尺的空气中浮动在一条积满车子的肮脏的街道上 咱们走吧 罗恩的声音从他的右边传来 地面和两边肮脏的建筑物飞快的向后退去 最后随着车子逐渐升高而看不见了 几秒后 整个烟雾迷绕而闪闪发光的伦敦城尽书远底 接着一阵嘈杂声过后 哈利和罗恩现行了 啊 哦 罗恩打了几下隐形加速牛 可能这有毛病 两个人轮流用拳头锤打那颗按钮 车子隐行了 但不一会他又再次现行了 加油啊 罗恩喊道 他用劲踩下加速器 他们直飞向羊毛似的低层云里 什么都变得阴沉 模糊起来 现在怎么办 哈利问道 朝着从四面八方涌过来的一团团的云直眨眼 我们得去瞧瞧火车往哪个方向去 罗恩说道 再下去看一看快点 他们将到云层下面 在座位上挪动着 探头斜视住地面 我看到了 哈利大喊道 右前方就在那 霍格挖车特快专列在他们下面蜿蜒的前进 好像一条星红色的大帽蛇 向南走 罗恩说 检查着控制台的指南针 好了 我们以后没半个小时就下来看一下 坚持着 他们再次冲上了云层一分钟以后 他们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下 这可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车轮掠过毛茸茸的云海 在炫目的阳光底下 天空是一片明亮的没有边际的蓝色 我们现在要担心的就是飞机了 罗恩说道 他们相互看了一眼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他们笑了很长时间 他们就像进入了一个美丽的梦境一般 哈利暗自想这才真叫做旅游啊 在云窝和雪白的云塔中穿梭 在车子里享受着温暖明媚的阳光 在口袋里还有一大河的太妃糖 想象住当他们在霍格瓦车城堡前 偌大的草坪上安全降落时 乔治和弗莱德极度的表情 他们跟着火车朝着南面越飞越远 每次下去看方向的时候 景色都跟上一次的大步一样 他们已经飞离了伦敦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整齐的绿地 和广阔的匠子的荒野人内装 好像玩具式的教堂和一幢 有很多像彩色蚂蚁的小车的大城市 几个小时平安无事的过去了 但是哈利不得不承认 现在不如刚才想的这么有趣了 太妃糖太甜了 他们渴得要命 但是没有水喝 池和罗恩不得不脱下毛衣外套 但是哈利的衬衣 还是贴到了汽车椅子上 眼镜顺着汗水从鼻梁滑下来 现在他不那么留意 那些形状多变的云团了 而是渴望的望着下面的火车轨 在那儿 你可以在一个胖胖的女巫的手推车上 买到冰凉的南瓜汁 为什么他们进不了月台 久有四分之三呢 差不多到了吧 罗恩发牢骚的说 几个小时以后 太阳已经降到他们的云层下了 把云儿染成了一片粉红 到时间去看看火车了 火车就在他们的下面 在一座白雪矮矮的山上静沿前进 火车在云雾的衬托下 显得尤其的显眼 罗恩双脚一踩加速器 再次回到云层里 但这次引擎发出了呜呜的哀鸣声 哈利和罗恩忧虑的相互对望了一眼 会不会是车子太辛苦了 罗恩说道 他从来没试过这样 天色越来越暗 他们假装不再理会 那越来越响的哀鸣声 星星在黑色的夜幕里 欢快的眨着眼睛 哈利把毛衣重新容上 假装没注意车手挡风平的横杆 在无力的左右摇动着 仿佛在做无声的抗议 不远了 罗恩说 在哈利听来 罗恩这话好像是对着车子说的 离着不远了 他紧张的拍了拍车头的控制台 当他们再次飞下云层时 在黑暗中 他们睁大了眼睛 四处张望 试图寻找那熟悉的建筑物 在那 哈利大声的叫了起来 下面熟悉的城堡和塔楼 已经近在咫尺了 但是现在车子在不断的磕动 而且速度也渐渐慢了下来 走吧 罗恩轻声哄道 在方向盘上 稍稍已用劲就在那了 走吧 车子的引擎声引起来 车后响喷出几道气流 在他们飞越过一个大湖时 哈利不得不抓紧坐位的两个扶手 以防被摔出车子外 车子厌倦的左右摇晃 从窗口望出去 在一里的高度看下去 哈利看到的竟是一片光滑的 墨绿色 像玻璃般的湖面 罗恩握着方向盘的指节 都变得苍白了 车子又在左右摇摆了 乖乖 走吧 罗恩小声的恳求助 他们在湖顶上 学校就在前方 罗恩把脚放了下来 随着一声沉闷的响声 又是一阵乱响 引擎完全的停止了工作 哎呀 罗恩说道 接着就不作声了 车子往下掉 他们在不断的下降 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直直的往那堵城堡的围墙上撞去 拨 拨 罗恩大叫道盼命的转动着方向盘 汽车划过一个优美的弧度 避开了坚实的墙 从高处直渡向草坪 罗恩完全放开了拿方向盘的手 在后带中拉出魔杖 停 停下 他大喊道 狠狠地拍打着控制台和挡风屏 但是他们还是一个劲地往下坠 地面像他们飞一般地冲过来 当心那棵树 哈利一大叫起来 扑到方向盘上 但是一切都太晚了 又是一声巨响 随着震耳欲聋的金属碰撞到木头的喷一声 他们撞到了树干上 然后掉到地面上 晃了好一会才打住 车尾香轰的一声爆炸 烟雾全喷出来 海维在惊恐地尖叫 由于撞上挡风屏的地方 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包在哈利额头上肿了起来 在他右手边 罗恩发出了一声低沉的绝望的身影 你没事吧 哈利急切地问道 我的魔杖 罗恩颤抖地说 你看看我的魔杖 他被折断了 几乎断成了两半 顶部有气无力地垂在那 仅仅有几块碎片连层 哈利张大嘴巴刚想安慰一下他 魔杖可以在学校修理一下 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说 车子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撞得左摇右晃了 他被摔向了罗恩 与此同时 车向被什么东西猛烈地撞击了一下 发生什么事了 罗恩喘着大气 盯着挡风屏 这时 哈利也看到了 一根大蟒蛇粗细的树枝正往车身打过来 他们刚才撞上的那棵树在攻击他们 他的树身几乎折叠成两半 所有的树干都伸向了车子 并发出一阵阵的咆哮声 罗恩看住有一根大树干 问他们猛打过来 把车门都撞出了一个小坑坑 在纸杰般大小的枝条铁锤式的打击下 挡风平摇摇晃晃的站立住 车顶好像也要被接翻了 快逃吧 罗恩大叫了起来 然后整个人撞出了车门 但是很快他就被一颗疯狂攻击住的树枝 打翻倒在哈利的大腿边 我们完蛋了 他哀嚎了一声 这时车顶慢慢的被压了下去 但突然车子猛烈的震动了几下 引擎发动起来了 倒车 哈利大喊 车子向后见一般的飞退去 那棵树仍旧挥舞着树枝 他们还听到树根劈劈啪啪的响声过来 抓住他们的声音 啊 罗恩端了一口大气 好险吧 干得好 车子 但是车子已经是精疲力尽了 两声闷响过后 车门开了 哈利觉得座位斜向一边 等他一时过来时 他已经坐到了潮湿的地面上了 巨大的响声告诉他 车子正把他们的行李一件件的抛出来 海维的笼子飞到空中就自动打开了 他怒气冲冲的叫着飞出来 头也不回的飞向城堡 接着 这辆被打得坑坑洼洼 霍烂的这里一块 那一块还在不断冒烟的小车跌跌撞撞的向黑暗中驶去 车尾灯怒气冲冲的一闪一闪 回来 罗恩冲着他大叫 疯狂的挥动着魔杖 老爸非杀了我不可 但是 车子累坏了 他喘了一口气 很快消失在黑暗中 我们的运气可真不坏啊 罗恩悲哀的说道 弯下腰来捡起小老鼠斯卡波斯 我们居然撞上一棵会攻击人的树 他扭过头看住那棵古树 他还在张牙舞爪的挥动着可怕的树枝 算了吧 哈利疲惫的说 咱们最好去学校里面 这可不是他们原来料想的英雄式的到达方式 又冷又饿 身上还生了好几处地方 他们拿起行李 拖着沉重的步伐走上草坡 向内扇项目大门走去 我想迎新盛宴肯定开始了罗恩说道 他在阶梯前放下行李 走到一扇明亮的窗户前看了进去 嘿 哈利 快来看看分院仪式啊 哈利急忙跑过来 和罗恩一块向大厅里望去 无数的蜡烛在四张长长的拥挤的桌子上摇曳住 金色的盘子和小酒杯在烛光的映衬下闪闪发光 头顶上 被施过魔法的天花板映照着外面的天空 星星一闪一闪的点缀在上面 透过一堆密林式的黑色霍格瓦车肩顶帽看过去 哈利看到一群惊慌的一年级新生在大厅里排成了一条长队 金妮也在里面 她一头威斯利加特有的红色头发在人群中格外的显眼 这时麦康纳教授梳着原孩子的收大家尊敬的女巫 在凳子上给每位新生戴上那顶著名的分类帽 每一年 这项缝住补丁的四脚磨损的脏脏的魔帽 负责着把新生分配到霍格瓦车的四个学院里去 格林芬顿 史林德林 罗尼文克劳和海夫巴夫 哈利还记得一年前把魔帽戴上时 那种惊慌不安的等待他宣布结果时的心情 在几秒紧张的等待后 他还以为自己会被分到史林德林 那个很多黑巫师和巫婆的学院里 幸好他和罗恩 和米恩还有其他威斯里的兄弟们分到格林芬顿学院 上个学期哈利和罗恩帮助格林芬顿 在七年里第一次击败了史林德林学院 而迎得了学院冠军杯 这时一个瘦小的 头发乱蓬蓬的小男孩被叫了出来戴上分类帽 哈利的眼睛从他身上滑向了丹博多校长 他坐在工作人员席上看住这次分学院仪式 他那长长的银色胡子和那半月形的酒杯花烛光的映照下 一一声灰在旁边的几张椅子上哈利看到了基德罗 罗克哈特穿着碧绿色的长袍 在边上坐着身材魁梧的哈格力 正举起酒杯猛喝酒 等等 哈利小声的对罗恩说道 那有一张空椅 史南皮哪去了 史南皮教授是哈利最不喜欢的老师 碰巧的是哈利也是史南皮最讨厌的学生 史南皮教的是生物药剂 除了他自己学院史林德林的学生外 其他的人都讨厌他那冷酷 爱嘲讽别人的态度 也许他病了 罗恩满怀希望的说 也许他被调走了 哈利说道 今年他当不上黑巫术防卫课程的老师 或许他已经被解雇了 罗恩热切的说道 我是说人人都这么讨厌他 或者也许一个冷冷的声音在他们背后传来 他正在耐心的等待着你们两个 向他解释一下 为什么不坐学校的火车回来呢 哈利急忙一个转身 在前面 史南皮就站在他们前面 黑色长袍在寒风中飘舞住 他很瘦削 肤色彩绿 长着一只鹰鼻子 梳着一头油滑的皮肩长发 现在 他的笑容告诉哈利和罗恩他们有大麻烦了 跟我来史南皮说道 哈利和罗恩跟住史南皮脚步走了过去 脚步声在空旷的油火把点亮的进口大厅处的回响住 他们甚至不敢抬头 交换一下眼神 大厅里弥漫着食物的香味 但是史南皮把他们从温暖光亮的大厅带到了通向地牢式的办公室门前 狭窄的实体旁停住了 进去他在过道中开了一扇门 在这里面说道 于是他们浑身颤抖地走进了史南皮的办公室 在墙角的阴影里摆放着一架子的大玻璃瓶子 里面装的近是些哈利此刻不知道 也不想认识的令人呕心的液体 火炉黑乎乎空荡荡的 史南皮关上门转身看住他们 他柔和地说我们的火车是不是配不上咱们著名的哈利 波特和他忠实的伙伴罗恩座啊 所以想给我们一个意外 是吧 不是的 老师在国王大道车站的栅栏 安静 史南皮冷漠地说 你们是怎么驾车来的 罗恩吞了一口口水 哈利觉得史南皮好像又一次看穿了他们的心思 但是一刻钟后 他明白了其中的奥妙 史南皮把今天的先知晚报摊开放在他们面前 你自己可以看看他恶狠狠地指着标题 对他们说道 令马格人迷惑不解的飞天安格莱福特汽车 他开始大声朗读了起来 两个在伦敦的马格人 坚信他们看到一辆旧车在邮政大楼上空飞过 在诺佛克的中午 海地 维利斯太太在亮衣服时 皮疤的安格斯 弗莱特先生向警察局汇报了 总共有六七个马格人 我知道你爸是在禁止马格人滥用物品魔法不工作的吧 他一边说 一边看着罗恩阴险地笑着说 天啊 他亲爱的儿子居然 哈利觉得好像被怪术狠狠地抽打了一下似的 如果谁发现了威斯利先生给那辆车施过法术 他真不敢想象会有什么后果 在我巡查校园的时候 我发现有一颗珍贵的湖滨会攻击人的耶属名 柳树被弄伤了 史纳皮继续说道 这颗树先攻击我们的 我们也不 罗恩脱口而出 安静 史纳皮再次打断了他 最不幸的是 你们不在我管辖的学院里 要不我老早就把你们开除了 现在我要去请几个有这种权利的人来 你们在这里乖乖地待着 哈利和罗恩对望了一眼 吓得脸色发白了 哈利不再感到肚子饿了 相反 他现在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他试图不看史纳皮书桌后架子上 那只悬浮在绿色液体中的小东西 如果史纳皮把麦康的教授 格林芬顿学院的院长给带来的话 他们也好过不了 虽说他比史纳皮公正 但是他可是非常严厉的 十分钟后 史纳皮回来了 还把麦康那教授带来了 哈利仅仅在几次场合下 看到过麦康那生气的样子 但他从来没看到他的嘴唇 可以抿得这么薄 或许他这次比上几次要生气得多 他一进来就举起了魔杖 哈利和罗恩不自觉地向后退了一步 不过他指的只是火炉 火一下子烧了起来 坐下他说道 他们都坐到了火炉旁的椅子上 解释一下他眼镜里闪过不祥的预兆 从火车站的栅栏说起 罗恩详细地论述了事情的缘由 我们没办法 教授 我们搭不上火车 为什么不用你的猫头鹰给我们先送一封信 我想你们应该带上了猫头鹰的吧 不动声色地说着 麦康那教授把头转向了哈利 我没想到 那麦康那教授说道 可是显而易见的是门口传来了敲门声 使那匹幸灾乐祸地去开门 校长丹伯多教授站在了门口 哈利觉得整个人都麻木了 丹伯多看起来很威严 他叮嘱他们 哈利突然觉得他宁愿被那颗会攻击人的怪柳术狠狠地揍一顿算了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接着丹伯多说 请你们解释一下这样做的原由 如果他冲着他们脉顿的话 他们会觉得更好受一点的 哈利不想听到他声音中的深深的失望 他说不上是什么原因 但是他不敢看他的眼睛 只是看住他的膝盖说话 他把全部的事情都老老实实地交代了 只是威斯里先生拥有那辆魔法车子的事隐瞒了 他说得好像他们恰好在车站的停车场上 找到一辆会飞的车一样 他知道丹伯多一听就会知道有问题 但是丹伯多没有追问车子的事 当哈利说完后 他只是通过镜片审视着他们 我们会自动自觉地收拾行李的 罗恩垂头丧气地说 你在说什么 威斯里 乃康奈教授反问道 嗯 你们不是要开除我们吗 罗恩问 哈利急忙抬起头来看着丹伯多 不是今天 小威斯里 丹伯多说道 但是我们得对你们的行为做出惩罚警告 我将在今天晚上给你们家长写信 我得警告你们如果下次再犯的话 我可真要把你们赶出学校了 使那皮的神情就像听到圣诞节被取消了一样的失望 他清了清喉咙 说丹伯多校长 这两个小孩已经触犯了为成年人巫术禁令法 还有 我们那棵古老尔珍贵的树也被严重损坏了 这显然也违反了保护树木法 这该由麦康奈教授制定对他们的具体惩罚措施 史纳皮 丹伯多平静地说 他们是他学院的学生 这是他的职责 他转向麦康奈教授 我现在要回到迎新宴上了 还要去宣布几条通知 来吧 斯瓦诺斯 我还想去尝尝那个美味的奶油果馅饼呢 使那皮恶毒地瞪了哈利和罗恩一眼 才不情愿地走出了办公室 现在只剩下麦康奈教授了 他严肃地叮嘱他们 你最好去一下医务室 威斯里 你在不停地流血 没关系 罗恩说着赶紧用袖子抹去额头伤口处的血迹 教授 我想去看一下我妹妹的分院 分班仪式已经结束了 麦康奈教授说道 你妹妹也分到了格林芬顿学院 太好了 罗恩叫了起来 抒起格林芬顿学院 麦康奈教授马上说 但是哈利打断了他 教授 我们用那辆车子试 学期还没正式开始 那么 那么格林芬顿应该不会被扣分吧 他不安地望着教授 麦康奈教授瞪了他一眼 但是哈利觉得他眼里含着一丝笑意 而且他的嘴唇也没抿得那么薄了 我不会扣格林芬顿的分哈利的新顿是好受多了 不过你们得流淌法劳动 麦康奈教授说道 这比哈利欲想的可好多了 至于丹伯多血信给都市林 根本不算什么 哈利清楚的知道他们只会为那棵怪树 没把他打扁而感到失望 麦康奈教授又举起了魔杖指向桌面 搏一声 一大碟三明治 两个银色的小酒杯和一罐冰冻南瓜汁出现在桌子上 你们在这里吃完就回去饮食吧 他说我还得回去迎新宴上 当门再次关上时 罗恩小声地吹起了口哨 我想我们的惩罚就到此为止了 他便说便拿起了一支三明治 我也这样想 哈利也拿起了一支三明治 我们的运气可真是好啊 罗恩嘴里塞满了鸡肉和火腿 含糊不清的功能柱 弗莱德和乔治用过那辆车骑马五六次 但是就是没有马路人看到他们 他咽下一大口又咬了一大口 为什么我们过不了乍了呢 哈利耸了耸肩 反正我们以后得实施谨慎 小心一点 他满满地喝了一口南瓜汁 我希望咱们能到迎新宴上 他可不想我们露面 罗恩谨慎地说 可不能让其他人认为 我们干错事却没被惩罚 他们敞开肚皮 尽情地吃了很多三明治碟子 会自动装满食物 然后他们站了起来 离开办公室 像往常一样走回格林分顿大楼 整个城堡寂静一片 看起来迎新艳势已经结束了 他们走过不时低声咕嚨的肖像 和发出怪想的盔甲 爬上十楼梯 来到格林分顿楼的秘密进口 在一个穿粉色裙子的 胖大神的油画像后面 暗号是什么 他们走进时 他问道 这个哈利说不出来 他们还没碰到格林分顿的 三好奖章学生 所以不知道新学年的暗号是什么 但是很快帮手就来了 听见身后急速的脚步声 他们扭头一看 原来是和米恩相助 他们急急忙忙的走来 你们在这啊 去哪啊 现在学校谣言说 你们因为驾驶飞车要被开除 好 我们还没给开除哈利安慰他说 这么说 你们确实驾驶了飞车 和米恩的语气听起来 和麦康那教授一样的眼力 不要教训我们了 罗恩不耐烦的说 把暗号告诉我们吧 是板条鸟和米恩也不耐烦的答道 但是我还没说完 胖大神移开了 里面传来一阵雷鸣般的鼓掌声 打断了和米恩的说话 好像整个格林分顿楼的人都醒了 大家都挤进了一个房间 有的站在桌子上 有的坐在椅子上 都在等待着他们的归来 挤着手臂同时伸出 把哈利和罗恩拉了进去 和米恩也身不由己的跟了进去 好聪明啊 李乔丹大喊道 有创意 驾驶着飞车在湖滨柳树上诸鹿 这件事可够大家说上几年的 这小的不错 一个从没跟哈利说过一句话的 五年级学生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像他为学院迎娶了 马拉松冠军似的 弗莱德和乔治挤上前来 一起问道 你们为什么不把我们也调去啊 罗恩脸红了 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但是哈利觉察到 有一个人一点都不高兴 薄熙站在一群 兴高采烈的一年级新生中 想跟他们讲些什么道理 哈利用手推了为罗恩的肋骨 示意让他看看薄熙的方向 罗恩马上就明白了 我们得上楼休息了 好累啊 他说着 两个人挤出人群 来到房子 另一边的圆形旋转楼梯下 晚安哈利回头跟和米恩说 他皱起了眉头 表情和薄熙一样 他们马上上楼 终于回到了他们的宿舍门外 现在门上贴着的牌写着 二年级 他们踏进了熟悉的正方形房间 在四个高高的小窗户上 都贴上了一张 用将紫色做衬底的五人合照 他们的行李 放在他们各自的床铺上 罗恩内疚的朝住哈利咧嘴笑了笑 我知道我不该不劳而获的 享受别人的清洁成果的 但是 宿舍的门一下于被打开了 同是二年级的谢莫斯 芬尼庚 达恩 托马斯和尼维尔走了进来 真是难以置信 谢莫斯一脸堆笑的说道 酷呆了 达恩说 神奇 尼维尔崇拜他说 哈利也忍不住撇开嘴笑了 这部纯粹是我个人认为 非常好的作品 所以我做了这部影片给大家 主要目的是让盲人或市场人士 能够观看电视和电影 为残障人士提供包容性体验 使他们能够获得与其他人相同的信息和娱乐 感谢你看完这部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就支持这个系列吧 你的流量是我的动力 请大家记得 like share subscribe comment 感谢观看